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能够配到了五毛钱算是不错 除此之外 最近三年的平均股力大于了最近十年 代表说每年发放的股力一年是比一年成长 最近这三年还有再增大的趋势 另外一个是在本益比 也就是在股价是不是被低估了 在本益比是小于了15.9% 这个15.9%是目前大盘当中的本益比 因此这些选出来的公司本益比大盘来的低 相对股价是不是被低估了 十月收盘价是落在10块钱到60块钱 如果你想要卖的话的确是能够卖得掉的 我们就来看到说有拿六档可以符合这么严苛的条件 画面当中出现了三档包括了是在文业 以及包括了汉权以及像是在新剧 都是符合了刚刚六项条件我们精挑续选出来的个股 我们先来看到是在汉权了 这汉权还不错 最近平均三年的平均股力超过了2.64块钱 最近十年最低也发了1块8 而今年决定率3.88% 虽然说不算是顶尖的啦 但至少也排在了中段班 这个问一下罗福山了怎么来看 是的我们回答一下刚才的韦庭 就是这六招真的是非常严苛 因为我刚才韦庭在念的时候我就浮现一个画面 什么叫画面 如果我们把这个六个条件印1500份 送给1500家董事长放在他桌子上 可能大部分的人头都不敢抬起来 因为可能都很难 没符合几下 没罢勾 真的是太严苛 那这么严苛的条件之下 我还要再加一条 我希望这公司的毛利率有三成以上 这么严苛啦 对我相信如果这个条件再加下去 大概所有的人都要跳楼 很多电子股要直接剔除了 不过偏偏 我今天选出来的汉权这档个股 就达到这个条件 除了这六个很严苛的条件之外 他的毛利率居然还有三成以上 真的是非常的了不起 其实汉权如果说在市场上投资经验 比较久的就知道 其实他真的是一家非常优质的公司 那他过去的一个获利 真的也都非常的稳定 那为什么他能够有这么好的成绩 最主要是社会台湾是全球最大的NB 跟PC的代工厂 那他的产品就是完全for这个NB PC 甚至是面板的这个连接线 所以他的一个获利能够有那么好 那么稳健的一个成绩 其实不意外 不意外 所以如果投资朋友 你是一个热衷于一个价值型投资的 一个投资朋友 一定常常会 不管你怎么去筛选 选来选去 汉权就会在你的名单里面 那可是呢 我觉得汉权还是有个小小的遗憾 就如同我刚才说的 他是属于一个NB PC 这个在现阶段 大家比较看不起眼的 这样的一个行业里面 如果这时候请大家去对汉权投以关爱的眼神 可能还是会稍微退后一步 虽然已经这么严苛了 但是可能投资朋友 还是会再思考一下 不过我要告诉投资朋友 几个好消息 第一个就是说 其实台湾最近很多NB PC的一些 所谓的供应链 也都知道说 其实这个产业就是走到一个 所谓的一个高原期的 所以很多的产业 其实最近几年都已经开始做转型 那像汉权他也是 他除了说NB PC的一个连接线之外 他现在车用的云端的 以及医疗的这三大领域 其实他也都开始 已经在做一个根源跟布局的动作 那去年其实都有一些初步的成果展现出来 那今年这三块 当然公司也是要全力充斥 去拉高他营收的一个占比 所以如果说投资朋友还是把 观念摆在所谓的NB PC的相关概念股 你可能就要稍微update一下 稍微update一下 那第二个就是说 其实去年很意外的整个的汉权 推出了一个新的产品 这个产品叫做什么 加密宝 这东西到底是什么 就是他利用软体加上配合 他的硬体的部分 让整个的一个消费者 在不管是网路购物或者是做一些 所谓需要输入密码动作的一个过程当中 透过他这个加密宝 传送出去的时候 他会先把它打散成乱码 让这些骇客去连结 去截取这个所谓的密码的时候 截取不到你的密码 所以就有一个所谓的一个加密跟保护的一个效果 那这个东西其实未来 今年应该说今年就要上架 正式上架做一个销售 所以其实我觉得汉权 基本上我个人对他蛮乐观看待 尤其他第一季成绩 比较出来一块钱一点零六 其实也是真的相当不错 那今年很多的法然预估大概低标四块 高标五块 那我们折中一下四块半 那以目前的一个股价来看的话 本益比只有十倍 所以其实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 怎么讲呢 是一个被大家所遗忘的一颗珍珠 其实的确值得大家去重新把它捡起来 好这个汉权虽然说这个名字 虽然说没有算是非常的响亮 但是这公司还算是蛮优质的 这个平均啊 今年每一季应该能够都赚到了一块钱以上 平均反而预估说 今年在汉权应该能够赚到了四块钱 本益比值来到了十一点六倍 算是蛮低的 好另外一档是落在的这个文业 这文业本益比当然是非常低了 最近三年平均鼓励二点七块钱 算是蛮高的 最近十年呢 你要想说他有经过了海啸的时刻 海啸时刻也能够配出了一块一三 今年决定率算一下 百分之五点七二比汉权来的优秀一些 而且比较稳健 算一下十年时间在拉长 值得率也超过了百分之五了 在这个文业说 今年呢 售惠这个大楼当中 中低价的手机 以及包括了平板电脑的出货之下 整体是在第三季的营收 应该能够冲下了新的记录 公司派又有一个非常的 这个乐观的声音传出来 股价可以如此乐观吗 是的 那一般来讲 我感谢伟丁讲 我们稳稳的赚比较好 那三立全球财经台 我们帮大家选的股票 就是我们法人所操作的模式 叫做基本面选股 然后技术面操作 那我们看这种 文砚这种标的来讲的话 它的三月营收创例子新高 第一季的营收也超过预期 那四月的营收又成长 YY成长的22% 那M1的话成长5.25% 所以它的基本面数据是不错的 那它过去来讲的话 它的股价都相对是稳健 因为它是IC通路的 第二大的一个厂商 那半导体还是景气看望 我们看那个半导体的BV ratio 连续五个月都大于1以上 所以来讲的话 半导体需求比较强的 景气比较好的时候 这档标的它的2Q营收 3Q营收预估还是往上走 所以它有它稳健的一个操作模式 它的第一季的赚1块钱 那毛利率只有5.91 那刚才讲的 如果毛利率要超过30%的话 这档标率选不上 但它是属于一个稳健型 它做通路 那这档标的它的本益比 大概10.1倍 那我刚才算一下 它的股价今年预估 股价的净值大概36.34 今天收盘收到43.7 那股价净值比就1.09 那本益比10倍 然后股价净值比在1.09 这种所谓价值投资的标的 就是股价净值比低 然后北益比低 这两个都符合 然后它的殖利率 因为现在股东会了 那这档标的的话 它预估今年1PS3.81 那它今年配股 它是配了现金配2块半 股票股利配了5毛钱 所以它的殖利率高达 将近6%以上 所以投资朋友可以 这种标的来讲的话 它有七百面 那2Q营收 3Q营收都看涨 然后它的股东的殖利率也很高 那这档标的再来看它的筹码面 这档标的4月14号到现在 投信连续都站在买方 买超高达3171张 5月份外资也站在买方 买了1798张 那自营商这个礼拜 也连续买超了3天 买了408张 所以这档标的是一个 稳健的价值投资型的标的 那又碰到第二季 那开始看涨 然后又股东会的题材 所以这档标的法然可以做回补的话 这档标的投资人员可以做参考 那它的短线的多空指标在42.6 那距离今天的收盘指数 已经涨了1.06 等于说多空指标42.6 没有跌破之前的话 技术面是偏多的 筹码面三大法然站在回补的买盘 所以这档标的有基本面 有技术面 2Q 3Q 云收看好 这档标的来讲的话 应该可以拉回 可以做承接的动作 如果说你觉得这文业的 就是经典殖利率的5.72% 已经算是很高的话 真的是太小看我们了 我们来看到说 还有哪一些的个股 殖利率比5.72 还要来得更高了 包括的是在这 航特了 这个经典殖利率飙升 超过的8.1% 本益比11倍 最近三年的平均股利1.94块钱 最低是也有发到六毛钱 这个航特算说比较属于 这个二线的这个安控产品 没有这个精锐啦 或是其有这么有名 但毕竟人家也成功转型了 对不对 对没有错 我们知道这个安控产业 其实它算是一个 稳定发展的一个产业 那它从最早的一个DVR的时代 那么随着这个网路的一个崛起 它从原本的DVR 转到这个IPKMAR的一个部分 所以其实因为它的一个产品 在去年代第三季 就开始去进行转型 所以它的毛利率 也在从原本的一个一二十percent 瞬间拉高到三成以上 所以其实这个是最近法人对它 特别这个投以关延伸的一个主要原因 那当然我想说 在四月份已经说 它表现不是很好 那事实上其实不只是它啦 包括像刚刚的我李所提到的精锐 甚至说包括像会友等等 那么在最近的一个股价 都往下去进行一个拉回跟修正 这比较属于像是季节性的一个调整因素 那航特它的旺季大概就是在第二季的一个后半段 然后到第三季为止 所以其实我们认为说 现在法人为什么会特别针对这个航特 去进行买超 就是因为它要迎接未来的一个旺季的效应 所以目前看起来它的这个 我们看到它的股价表现 已经在低檔去进行这种落底的一个架构 所以其实在接下来在不管是在六月底之前的一个投信 可能会去进行作涨 或者是展望第三季它的营收 可能会在盘高峰的情况之下 我们认为说目前的航特 因为它具有这种所谓的一个转机成功的一个提产 所以像这种个股其实都可以拉回的时候 特别做留意 好 这个航特当然的绝对率非常的强势 超过了百分之八点 是今天选的六档里头最强势的一档 另外一个是在包括了是在电子股当中的 今天好巧喔 在联法克的这个两档的这供应商喔 协力厂不管是在晶圆店 另外包括了系格都是各自拥有它们的题材 在系格呢非常的稳稳的赚了 这题材面的确也是有的 今年植利率百分之五点七 最近十年喔 植利率也百分之五点九二 在最近三年平均股力都发放了 超过了将近两块钱之多喔 这个董哥喔 系格跟这个晶圆店喔 一个稳稳的赚 一个是这个有题材面的支撑喔 哪一个好 那系格来讲的话 它的毛利率喔 人超过三十百分 它最高来到三十一点四七喔 那第一季它的EPS是0.65 那它的YOY跟去年同期比较 成长高达五十个percent 那刚才讲的 它的本益比在十一点三倍 那我刚才算一下 它的股价净值比是一点三三 比一多一点点 所以它的股价相对的稳健 那本益比也低 股价净值比也低 那它的营收的 它的营收的状况 它的接单的透明度 已经看到八月份 所以我们看现在还才五月份 它的订单可以看到八月份 所以它未来来看 有基本面的这个保护的动作 的状况之下 它的2Q的营收跟获利 还会往上走 所以有基本面做加持 那这种标的最主要的买盘 是在外资喔 那外资今年买超到现在 是总持股是二十五点六一个percent 那外资买到现在都 没有什么做大动作的调节 这种标的只要外资持续买超 它就发动 外资一休息 它就不动了 那这种标的在今天来讲 它盘中最高来到 来到三十一点七喔 那今天又出带量往上走 那今天的外资 在最近这个礼拜 都在买方 那自营商也站在买方 所以这种标的来讲 法人的基本面 基本面看好 法人也站在着目的状况 所以这种标的 进可攻退可守 那它的殖利率高达五点七七 我给你看法这种标的 有基本面 那有技术面 营收的状况 二Q的营收获利都往上走 借单的年纪度看到八月 那他的客户里面 他联发科看得非常好 所以联发科算他大客户 相对的话 那他有基本面 那各方面的都很好 那唯一的话就是说 他的股性比较温吞 那如果投资票是做价值投资法的话 这种标的算是温吞 但他不会大跌 他就慢慢慢慢跟蜗牛一样 慢慢往上涨 只要法人尤其是外资 连续买超 他就会发动 所以这种标的来讲的话 可以做个稳健 投资人可以做这样的操作 好 最后一道 你这个心情 被动元件的股情 这个微谈有项目帮我们提点一下 好 保护元件当中 前三大厂商 在全球市占率超过百分之八十 所以其实在保护元件这一块 基本上他算是一个寡敞的一个市场 那寡敞市场 他就必须会有这个 比较高的毛利率 所以先前其实他的毛利率 大概也是超过百分之三十 那为什么要特别去提 提这档个股 因为其实在原本的一个保护元件 或不同元件的一个情况之下 他们的一个本益比 基本上大概十倍到十二倍左右 但是现这一段的 这种所谓的一个电子产品的应用 因为他应用别的不同 会影响到他的一个本益比 我们举个例子来看看 二三五五的进棚 他原本是PCB的一个厂商 那PCB产业基本上 他的本益比大概就只有十倍左右 而已 可是因为进棚 他切入到了这个 汽车电子的一个领域当中 所以瞬间他的一个 法人给他的一个本益比 就从原本的十倍 拉高到十五倍 有些甚至拉高到十八倍 这样子的一个本益比的一个水准 那同样的心情 也是一样的一个架构 他从原本的一个保护元件 不动元件的一个十倍本益比 目前来讲 他切入到汽车电子的部分来看 所以法人给他的本益比 大概就拉高到将近二十倍左右的水准 所以其实以目前来看 他在今年的EPS 如果说能够有出现做四万五的一个 表现的情况之下 目前的股价其实算是相当低估 好 广告后来会有今天大盘当中最新的资计券变化 以及包括了今天在前八档融资增加的个股 我们稍微回来 这个房子就像父母一样 不一定永远是陪着我们 所以这栋对我来讲是非常的有感情 因为是他自己来选地 从舞到有 每个砖头 每个钢琴都是他自己挑选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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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陪伴我十八个年头 谢谢你 永远生活我的梦想 有一天我一定会非常想念 这都是王冠 这都是王冠 十个人为说这就是我的将来 所以大家打拼 这有今天 嗨,我是Family 中国新拖名号 We are family 台湾不能只有小确信 台湾必须追求大理想 尊敌改变 五月里后 大家三角到中 将我们人民的政党 再把他拿到来 床的世界全新电动按摩调整床 床垫角度随我调整 更享受更舒服 多点振动按摩 舒缓肌肉疲劳 冷暖和温材质 给我最佳熟睡温度 更服贴我的身体曲线 床的世界电动调整床 只要月付两千八 欧巴 欧巴欧巴 欧巴 没错 真的是五八折 现在来床的世界周年庆 全管床垫五八折回馈 美国原装喜梦斯 月付一千两百五 美格兰特两感床 月付两千二 电动按摩调整床 只要月付两千八 请来床的世界 来自德国的高品质生活 欧德家具 欧德 欧德家具年终请 本周六日 来店预约丈量 再送限量好礼 期货赢家苏维远 为您解说独家奇门政法 台指赢家密集大公开 5月24日台北台中 5月25日抖六高雄 02 2506 6808 2506 6808 2506 6808 台湾必须追求大理想 台湾必须追求大理想 全力改变 5月25 那种立场 达 gesと誓示 1.9月20日 1.9月20日 1.5月20日 7.9月20日 1.3.6月20日 2.3.5月20日 1.9月20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后一档是落在了华东 今天也是涨停板的 很强喔 1798张 好 我们先来看到是唯一档跌停喔 这不是跌停啦 是半根的跌停的这个华冠喔 今天法人还是站在了买超 今天华冠怎么了 是的 刚刚主持人把所有今天融资增加法人买的一个个股呢 爆了一遍之后 突然发现居然有一档是跌的 就是华冠 其实我要跟大家讲 如果大家去看四月份的营收 不管YOY 或者是MOM 也是刚刚的这些个股票也是只有他是付的 所以在四月份营收衰退 然后整个今天股价跌的过程当中 反而融资增 法人也买 这其实我觉得反而更值得大家去做关注 那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 就是说华冠它是SONY的手机 智慧型手机代工 那去年SONY智慧型手机的一个目标是四千万支 差一点达正 三千九百一十万支 差一点达正 那今年呢SONY把目标价又往上调 往上调 调到五千万支 所以说对 所以说其实我相信未来整个的一个法人 着眼点就在于说后面的这个下单量 所以这个时候我反而是认为 应该要看看他 应该要看看他 因为他跟人家特别不一样 我就特别喜欢想要去了解为什么 所以其实这个部分 我觉得投资朋友也可以持续去追踪后面到底外资在玩什么样的把戏 好 最近可以多多给这个华冠一些爱的关注了 好 另外一档是今天第一名的华雅科了 华雅科还是大盘当中这个非常多散户 持续在关注的个股哦 今天融资大占两万五千四百九十张股价大涨啊 追还是不追啊 薇泰 好 我想华雅科即将要召开这个法说会 那我想在上一期的法说会当中也特别提到就是 今年应该是呈现一个这个供需平衡的一个架构 甚至如果说有他的一个季节性需求的情况之下 搞不好还有可能会出现供不应求 所以其实在这个法售会的一个召开之前啊 今天的融资的一个增加 我个人认为就是去赌什么法售会的利多消息 对 会是这样子的情况 那为什么外资也买 法人也买呢 其实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在这一次MSCI调整权重当中 他新增了一档个股就是华雅科 所以在这个五月三十一号之前 基本上我认为这个法人应该都会持续针对华雅科 去进行这种所谓持股方面的一个增加 所以我想说目前华雅科整个架构是在高档去做强势整理 甚至有往上去进行突破的表现 所以目前手中有持股投资者没有 应该可以安心做续报 好 这个华雅科今天融资增加之外呢 这法人也是大买了将近了万张的水位了 刚刚维太提醒说 似乎是大家在期待说 这华雅科的法售会应该研究有一些利多的消息传出来 但是凡事都有一些就例外的时刻啦 还是要提供大家多多的小心一点点 另外最后一档是落在了旗红了 就要问一下董哥啦 是的 那我们现在五月份股价波动不大 是一个淡季的状况之下 所以选股的王道一定先看基本面 不管是第一季的 不管是四月的 那准备要公布 下个月要公布五月的 营收数据成长 获利数据成长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就看筹码面了 那我们看到这些股票要涨的话 你看齐宏来讲 他四月营收 年成长度四十点八 月成长二点八一 那法人也在来买方 融资也在来增加 所以有基本面 然后又有法人在来买方 那融资增加 那这种标的来讲 就是散户也买 法人也买 又有基本面的数据 那今天股价涨了六点八个百分之下 所以投资朋友选股一定要 最近的选股很难 所以你一定要看基本面 然后再看筹码面 好 这个题目到来参考了 我是韦婷 祝大家小周末愉快乐 我们再会